深耕台南的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他們長期跟國際舞團合作 開發舞蹈的新形式 他們曾經在台南跟法國的舞團實驗 讓舞者穿梭在民宅還有馬路之間 跟石獅子、大樹、甚至是路邊的石頭 一起跳舞 他們最近把實驗成果搬進了美術館 所以你去看展 很有可能舞者就會跑來你身邊 一起跳舞 就像個單純的孩子 舞者游走在展場間 透過注釋、聆聽 把玩各種路邊的石塊 也不注意 他還會把一旁的觀眾拉進舞蹈中 驚喜的互動 表現出你我都有的好奇心 其實我們平常走在街道上 一定不會去注意那些路邊的小石頭 可是當你回想到小石頭 你可能是小朋友 你看到一顆圓圓的石頭 就會覺得很有興趣 會去踢它 有可能去觀察它 我希望去讓觀眾回覆到那個 最單純的那個心 攝影紀錄下的是稻草人現代舞蹈團 在台南與法國舞團合作的足印計畫 五位舞者被安排穿梭在街頭和民宅之間 進行另類互動 有的人隨手撿起石塊 放在頭上跳舞 還有舞者一句話都不講 就進到佛具店朝拜 或是在服飾店外試穿 而這項實驗性舞蹈 同樣激發出團長羅文鈞的另類想像 那時候其實就在思考說 城市如果是人 他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服裝的形式 對我來講就是城市 他好像他如果會講話的話 他其實這個聲音就是他 他在難難自語的一些 他的聲音 羅文鈞首先找了有海洋特色的 高雄旗巾 透過擷取潮水浪聲 造船廠的敲提聲 還有外國勞工聚集談天的聲音 與舞者結合 創作出專屬奇經的舞作 幾個聲音之後呢 我就把這個聲音就是 裝置在舞者身上 比如說我們講話 是用這邊發出聲音 那如果城市是一個人的話 他就不一定是嘴巴發出聲音 所以他身上就會布滿了喇叭 然後那個喇叭 就是會因為他的身體的行動 然後去驅動那個聲音的 大小聲的變化 他感覺好像是一個循環系統 就是人家人那個血液 那個心臟的循環系統 然後他整個那個構造過程 也是一種循環系統 所以就是整個就 構構成那種 維生的這個概念這樣 城市的聲音 經由舞者的手勢 肢體及社會性活動 不斷循環反射 進一步創作出新的舞蹈 同時也模糊了 街頭和美術館的界線 在那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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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